你们可以连到那个云端 这个上面 云端上面的话 我这边有个大乐透 那主要是希望可以怎么样 把这个连结 这个连结你可以把它点进去 其实就是一个乐透彩的一个历史资料 那它的规则基本上 你会发现上个礼拜的是只有这一期 今天又多一期了 也就是它每一期 它会在这边做更新 那当然它的排列顺序 是由新的到旧的 那你也可以由旧到新 另外的话呢 底下会有1到57页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把这57页 全部都放到Excel的话 以前的话是非常花时间的 那现在如果我不希望那么浪费时间的话 那你可以第一个先找到规则 1 index page等于1 那主要就是把这个地方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那个回圈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连结复制一下 那再来利用什么呢 比如说我开个新档 然后在这边的话你可以利用那个资料里面的从web 从web把这个贴上 因为它会抓什么 抓这个网页里面的表格 特别注意 是抓表格部分 那我们可以利用那个表格 比如说这边会有错误讯息 全部都按4 然后把这个表格全部把它抓下来 但是它会有贿赂功能 贿赂到哪里 贿赂到A1 那我可以把这个动作呢 录制成去期 然后并且怎么样 把这边几个地方可能会把它 这个快速做出来 包含什么呢 包含就是说 因为你下载第一个的时候 它上面会有这一个列 那等于如果你第二列的话 假设我下载是到92列这里 那它一样会有一个标题列 所以会多一个标题列 我必须把它删掉 那删掉的话 就是除了第一个不要删 底下都要删 第二个规则就是说 把它的日期 因为日期呢 它的这个储存格里面放的 只有黏 可是问题不看黏月是怎么办 那你可以怎么 把这个底下的这一个储存格 复制到上面去 所以我做法是 把它复制 贴到这上面 OK 但是它的那个规则 里面你会发现它只有月跟日 那怎么办 因为它实际上里面 你可以按右键 把它的格式 除了格式呢 再把它改回来 改回来 它原来的年月日都有 OK 等于要做贴上跟修改它的格式 那最后的话就把这两列 把它删掉 不过问题来了 你如果要手动来做的话 那因为这边总共 我印象中它大概有1000 快2000笔的资料 所以如果你要删 你要做1000多次 如果你不会用 VBA来做的话 那恐怕你要把这件事情做完 那当然是非常的花时间的事情 所以我们今天想要做的就是 可以一键完成 可以快速的把这些事情 全部都一次完成 那这该怎么做 当然我上礼拜有提过 第一个 一样录制具体 你把那个 我们的功能 先叫出来 所以第一步的话呢 我们一样把那个 开发人员叫出来 录制具体 录制完之后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放在云端白板上面的 这个 这个是我把那个截图 第一个就录完之后的话呢 我们产生的程式码 就是叫大乐透下载 那其中的话 红色字就是我要修改的 我可以把它怎么 改成一个叫P4大乐透下载 那主要就是怎么样 把这边的E改成一个I 这个跟前面的那个 我们规则差不多 那外面再放一个什么 放一个For回圈 For I等于1到 比如57的话 这边可能要改57 1到57 把这个做一个变动 OK 第一页下载 第二页下载 第三页下载 然后呢 放在哪一个地方 它预设是E 所以判断什么 如果当A1里面是没有资料的 也就是说第一次下载 那我就把它放在R等于1 OK 那就A1 那如果不是的话呢 就向下追踪加1 本来它最下面是91 第一次 加1的话就放在92的位置上面 这样它就一个一个的全部 通通帮我把它下载下来了 这个是上个礼拜讲到的 请各位先把这部分先完成 如果还有另外精简 程式录下来 你会发现有这么多点 其实只需要什么 留下三个就可以了 那这样程式就会简单多了 那另外还有就是快速的删除日期 那删除的方式程式在这里 这一段 然后复制的话就是这一段 复制的话就是把后一个的储存格 复制到前一个储存格里面 然后还有做格式化 格式化就是这个 Number Formate Local 把它用什么 YYYY就斜线M就等于是这个格式是来自于哪里 来自于我刚刚讲 这边有没有 按右键 除成格式 其实你可以选这个之后按制定 就是这一个 所以如果将来你在Number Formate Local 加上这个里面的公式的话 它就按照 当然如果你不是要按这样排列 比如说你希望的是这样的话 比如说是有年月日的话 你可以制定 当然你可以把这一串 贴到Number Formate Local 它就会显示是这样子 也就是它这个背后是它的规则 那上个礼拜主要是先讲到这里 但是问题 我们后面还没解决 还有一些地方还没做完 比如说 要如何把这些多余的列删掉 那当然你不可能说你手动吧 如果你在手动按右键删除 手动在右键删除 那你这样子要删一千多次 OK 所以有的人 我发现真的很多上班族 不会这些方法 那他的结果就是说 他真的就是要删一千多次 那你要删多久呢 我看删一整天 恐怕都删不完 OK 所以如果将来 你在你的工作上面 如果你会这些跟不会的结果 就是有会的人 他可能早就做完了 在旁边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甚至是泡个咖啡 跟同事聊聊天 然后最后再把报表交给老板 你做完了 太好了 没有错 没有问题 那不会的人怎么样 可能一整天 你会发现他就很忙碌 一直很忙碌 可是忙到下班的时候 东西还没交出来 老板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你忙一整天 你事情都做不完 看起来你好像也没有偷懒 可是问题你怎么会做不完 所以这个差距就是在于呢 就是你会不会一些 专业的这个技能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把这个部分呢 先试着完成 那这上礼拜 待会的话我们主要是要做两件事 第一个 学会把这个多余的列删掉 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的话 还有一个 因为我要统计大乐透到底 这个1到49号 哪一个号码出现最多 但问题他一个储存格里面呢 放了6个号码 可是问题来了 如果我这样子要来统计的话 我用conif也没办法算出来 所以怎么办呢 我应该要把这6个号码 帮我剖开来 也许就放在这边好了 上面加1到6 你可以按ctrl键 1到6 然后再把这6个号码 剖到这边来 可是如果说你今天 要把这6个号码 剖过来的话 要怎么做 当然如果你不会 对的方法 你可能就什么 复制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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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样太不聪明了吧 那有没有快一点的方法 其实是有的 在eSignal里面 他有提供一个功能 叫做资料剖析 这个资料剖析的话 他有几个部分 我好像记得之前有用过固定宽度 那这边是分隔符号 他中间加逗点 你可以怎么样 跟他讲说 我的中间是加逗点 然后呢 我要怎么 把它剖到哪里 剖到第二 所以这个目标储存格 把它剖到第二 按个完成 他也剖过来了 那如果说你要剖大量的话 你可以怎么样 可以把这边 整个选取 然后整个剖 不过可能还是要先把这些多余的列线删掉 就可以剖过来 可是问题来 如果你要是要剖析 要把它变成VBA的话 那这样怎么结合在一起 这个部分请各位 先想想看 把上个礼拜的部分呢 先做出来 待会的话呢 我们再接着来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好